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妈 你来一下 什么事 把这匣子还给金先生 我不去 你自己去吧 让你去你又去啊 你生气了 好好好 我去啊 你别忘了告诉他 这里面还有一封信 七少爷 七少爷 好吗 这是您的匣子 我们小姐说了 这匣子里原本放着一封信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 七少爷 您看 这个麻烦了 还定误会了 八少爷 喂 喂 三嫂啊 嗯 好 好啊 表姐 你这一杯汽水摆咬了半天 气儿晨跑了 该不好喝了 我刚才喝了一杯 不敢再喝了 盘到肚子 表姐向来爱吃凉的 怎么全部吃了 是不是 胡说八道 没有的事 诶 你一个姑娘家 总留意这些事情干什么 你再说 你再说我打你了 怪了 你自己说漏了嘴 都要跟我撒泼 表姐 你这张嘴实在是太厉害 怪不得你们家三个见了你啊 是浩子见了猫似的 你可别胡说 我们是恩爱夫妻 哪像别人哪 还没过门呢 一会儿亲热的像蜜似的 一会儿呢又成了冤家 你可别这么说啊 不婚不素的 你要再这么说 我可跟你急了啊 你这死丫头 越来越不像话了 既要利用我 又不肯跟我说实话 你不知道你表姐真是一片痴心 想促成你们的好事 你以为我故意这么说 开你的玩笑吗 谁听你这些疯话 我这是疯话吗 那好 以后你有事啊 可别来求我啊 啊 老七 你爬我们后面去干什么呀 我也没有偷听你们说话 只是经过这儿 干嘛就下这样的毒手 哎呦 你可真是游泳死我了 我呀真的不知道你在我们后面 嗯 再说他怎么就那么巧 一泼就泼到你脸上了 嗯 舅猪什么时候来的 对不住啊 我不知道是七爷来了 哎 你干嘛去啊 回房间去 哎呀 都这么大人了 别跟小孩子的捉迷藏了 来坐下 老七 没想到我那封信过去 你真来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呢 您这什么话呀 嫂子让我来 胆敢不来吗 不是那么说 你那么忙 能抽空过来一趟 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 哼 你这是在骂我吧 你明知道我最闲了 怎么忙了 你越闲哪 就越忙 等到最闲的时候 恐怕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哦 您的意思 我就变成你无业游名了 哈哈 三少奶奶 太太找您有事 请您过去呢 哦 哎 老七 在这坐一会儿 帮我招待一下客人 我一会儿就回来 您的意思 不就是让我陪客人来的吗 可不是吗 哈哈 七爷 你 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啊 我没有生气啊 可你这就是生气的样子呀 生气还有生气的样子吗 我怎么不知道 喝点汽水吧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觉得很陌生 不太像我以前认识的秀珠 我以前什么样子呀 你们总算是和好了 以后可不许再闹了 要是再闹的话 我都替你们难为情了 嫂子 坐 都这么大人了 还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的 像什么样子啊 表姐 你的口德实在是太坏了 得休休才好 小心将来下跋涉地狱 你听听 这也是文明小姐说出来的话呀 连跋涉地狱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啊 嫂子 是你不对的 你们到联合起来了 弄了半天 你们刚才都是在做戏是不是 瞧你们这儿有说有笑的 可真热闹 我还以为是千军万马呢 原来就你们三个人 你来的正好 我们这三缺一 咱们打四圈怎么样 哎呀 这么热的天 别打牌了 我们乘凉吧 哎呀 好不容易凑到一块 打几圈嘛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嗯 我给他们当合适佬 成功了 我的面子多大呀 还不该高兴吗 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你还怕人家不好呀 没准啊 人家背着我们 不知道好了多少回了呢 你呀 也是个该下跋涉地狱的 妹妹 你说我口德不好 现在人家比我怎么样啊 你们都是一样 这是在你们家里 我不敢跟你们比试 就由着你们说我得了呗 我们这七少奶奶呀 就是比我们这三少奶奶好 有大有小 难道 嗓子开起句玩笑 还要计较吗 大少奶奶 得了 您就别欺负咱们外星人了 说的多可怜呢 好了 我不说你了 我们打牌吧 不过我要打大的 还要打现钱的 老七 哎 人呢 又走了 没有我的 对 不是 有用眼前说 比方 不是 公里 你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少爷 住在这豪华的房子里 未免有些太奢侈了吧 这个都怨我 要是你妈不给我闹别扭 我早就另房子住了 然后把你名媒正娶 风风光光地娶回去 不不 大少爷的好意 我心领了 只是像我这样的风尘女子 怎么能够名媒正娶呢 更何况是国务总理家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 就是像现在这样 我也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可惜 你始终没有摆脱你妈的要挟 她一天到晚地盯着你要钱呢 其实她提的要求也不算高 大少爷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别的也就算了 唯独 她要跟着你去这件事 我不能答应 如果她是你的生身之母 我不能说什么 可她一定要做个债主 成天跟着我们 这怎么行 再说了 我怎么能总跟她这样的人交往呢 少爷 来 吃点宵夜吧 怎么全都是素食啊 你在家不是吃过鱼饰宴窝来的吗 要知道吃了重婚 吃点素菜才有滋味 更何况这稀饭里边又加了火腿丁 你啊挺能干的 将来娶了你一定也挺能当家的 只是我姓金的未必有这个福气吧 少爷 我现在是昼夜伺候你 要不要我就看您一句话了 那你说我刚才说的话对不对啊 你不提这话我也不敢说 少爷你对我是百般宠爱 我对少爷也绝无二心 你这句话是真的 那就好办了 只要你肯和我合作 一起来对付他 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老实告诉我 要把他扔开 你看得花多少钱 少爷 我把这儿给你热热吧 你先别打岔了 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他要多少钱 你就能跟他脱离关系 少爷 你是真心要赎了阿湘的自由身吗 这话还有假吗 喂 您找谁呀 原来是你呀 怎么了 不应该是我吗 那我挂上了啊 没说不应该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过来吧 陪陪老太太怎么样 人家欢迎我吗 快点啊 好吧好吧 我马上就过去 我马上就过去 重一点 怎么跟挠痒痒似的 不敢当 不敢当 白小姐怎么干起这种活来了 是白小姐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的小红呢 真是不好意思了 没事 小红 在 真对不起啊 能伺候伯母啊 是我的福分 这些活儿本来都是应该我们做的 白小姐这一来呢 都待劳了 我妈不应该谢吗 我就是不愿这样客气 凡事总是随便嘛 随便是好 可是反客为主的事情 怎么敢当呢 太太 大夫来了 是谁又病了 怎么又请大夫 是我们大嫂 大嫂 昨天见他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病了 你不知道 这几天 他们小两口闹意见 凤举呢 不见人影 他大嫂接着就病了 你带着梁大夫去瞧瞧 嗯 修珠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再见 再见啊 我们去了啊 脉没什么病状 体温也很适中 只不过精神前往点 休养休养就好了 要这样子说 就不用再开药了 虽然没有病 确实吃点药也好啊 那这是什么缘故呢 自然有缘故喽 我要见一见太太 对 好 大夫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 大嫂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没有病 请大夫来做什么 走 回去问问妈妈去 太太 梁大夫来了 太太 恭喜 恭喜啊 大嫂奶奶 是喜妹 这话是真的吗 别是不舒服吧 太太 我这当医生的 又是连一个游喜没喜 都分别不出来 这还当什么大夫啊 梁大夫 你别多疑 我是因为我们家大少奶奶 没有露一点风声 突然听到这消息 我感到意外 这就该预备产婆了呀 你说是西洋产婆好呢 还是日本产婆好呀 那倒用不着 这倒也是 我们家二少奶奶也经常不舒服 梁大夫 是不是也请您给她瞧瞧 二少奶奶 老太太让您过去呢 来了一个医生 刚给大少奶奶看完病 说是大少奶奶有喜了 真的 那我去瞧一瞧 老太太还说 也让您过去瞧瞧病呢 我 二少奶奶说她没有病 不肯瞧呢 她为什么不来瞧啊 肯定是你们这般东西 多嘴多舌 让她不乐意了 我们又不知道 二少奶奶有什么病没有 说什么好呢 先下去吧 是 太太 梁大夫 让你见笑了 我竟然连自己的儿媳 都叫不动 不瞧也不要紧 我那儿倒有些 欲应须知的小厕子 里头啊 有好多种保胎法 我可以拿过几分来 给几位少奶奶瞧瞧 那就谢谢了 今天老太太对你怎么样 还行吧 一去啊 她还因为我是小红 连眼睛都没睁 就要我做事 要是认知没来呀 指不定她还要我 做什么事呢 真好玩 还好玩呢 堂堂一个大小姐 在家什么不是下人伺候着 竟然跑这儿来 给老太太洗脚 只要能挽回她的心 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依我看哪 这老七太不识好歹了 你对她真心真意的 可她呢 表姐 你说 我就真的不如 那个姓朗的姑娘吗 谁说你不如她了 老七只是一时糊涂 你放心 她早晚会回到你身边的 我并没那么乐观呢 原以为什么都是我的 什么我都应该得得到 包括燕熙 也应该属于我 谁都别想从我这里夺走她 可现在呢 我觉得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我有可能失去她 妈妈 佩芳来了 来 坐 你呀 应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别像平常一样 在屋里来回走动 我一个人在房里 闷了三四天了 实在是太闷了 我想找人打打小牌 打牌 那不行 凤举呢 她没在家 我已经有一个多礼拜 没看见她了 她可能是忙吧 是吗 昨天还在我这儿坐了一会儿呢 她回家是回家的 只是每次都匆匆忙忙的 我总是看不见她 这孩子又是这样 回头 我给部里打电话问一问 随她去吧 您要是一问 她又该生我的气了 大爷来了 阿桑呢 再准备 现在啊 都流行剪短发 我看晚上也可以把头发搅了 你看怎么样 她现在是大爷的人 大爷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算我的人 不见的吧 怎么不算大爷的人 事到如今 难道还要让我把她接回去 就算大爷肯放手 她也不愿意 我看呢 现在住在饭店里 像个明妙的佛爷一样 总不是个规矩 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想立个房子住吗 今天下午我们就去看房子 今天看好了 明天就可以搬了 不过 我还有几句话 要和大爷商量商量 好 有什么话就请说吧 最好通通快快地说 难得大爷这几个月 给小姑娘捧场 我现在外面的债 恐怕少说还得四千以上 哦 还有什么 只求求大爷 把我的债给料理完了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下子 让我拿出那些个钱 我可拿不出 不如让我筹划筹划 您就别客气了 要是大爷都拿不出钱 说出去 还不成笑话了 我并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又不是一两个钱 岂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的 哟 哪能一定要大爷 马上就拿出那么多钱 大爷 今天过和戏院的戏不坏 你们听戏去吗 昨日闹了一宿 还没睡足呢 今儿晚上要休息了 逗中傻 四千块 我还便宜你了呢 你要是少给一个子 我也不答应 她跟你说什么没有 她没跟我说什么呀 她正要带起你走呢 就不说点心里话 你不是老嫂就告诉我 不让我理会重量这一句话吗 所以她每次跟我提这句话 我都不言喻 她见我不说话了 自然也就不提了呗 呗 你还打算花言巧语冤老娘呢 她有钱又有事 你还不是愿意跟着她 看她爱搭不理的样子 就是你跟她说的主意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随随便便跟了那个姓金的 那可不行 别说她是总理的大少爷 就是总统的大少爷 我也不含糊 那要怎么样呢 人家在我们身上也花了不少钱 人家当时没招呼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的 现在招呼了我们 我们又是怎样的 好丫子丫头 就能定我的嘴 我 你哭啊 我也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再好说话点 你还不怕到我的头上来 从今儿起 我就守着你 看你能掏出我的手心 三哥 什么东西 看 看看 怎么样 真好看 这不是你吗 刚从陈一芳那儿拿来的 你别告诉他们 他们要知道了 又是是非 陈一芳来了吗 郁芳 七爷 好久不见了 哪儿是好久啊 这边 前几天不还见着了吗 前几天哪 我去看了你的《玉堂春》了 唱得真是好 不过你在台上我在台下 没说上话 也就不算见面了 七爷现在很英功 不大爱听戏了 也不是啊 只是天气太热 我觉得戏园子里边空气不大好 我就不大爱去了 哎 这把扇子不错 拿来看看 哎呦 那我才的手 有什么好看的 看了呀 小心长真眼 七爷的面相就更加好了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帝王之相啊 三哥呢 三哥怎么还不来啊 哎呀 我今天是来看七爷的 又不是来看三爷的 什么 不是来看我的 那我走了 哎 三哥 干嘛生气呀 人家开玩笑的 干嘛当真呢 你们都走吧 有他来陪着我玩就行了 玉芳 这样该打 你不但把我骂了 连你自己也把自己给骂了 我说话可真不留神 您可别多心 不在意的 不在意的 你们都在这呢 七爷 我到处找您 三少奶奶请您去呢 哎 三少奶奶知道我在这吗 那我不告诉她就是了 行 那我先去了啊 哎 哎 人走远了 看不见了 那我不客气了啊 我不服了 这一色 哎呀 不要脸泡了 现在 这些人出彩了 到底是英识输了 哎呦 你去哪儿了 我还要找你帮我玩两盘呢 前面遇见一个朋友 坐聊了一会儿 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就是打牌啊 哎 你来玩吧 我就不玩了 我得先把这扇子放下 哎呦 来玩吧来玩吧 给我看看 是什么贵重的扇子 要这么正宗其事地收起来呀 哎 一个朋友送了一把新扇子而已 谁赢了 哎呦 是个女人画的呀 郁峰 听起来都像我妹妹 老七 这是冷女士送的呢 还是热女士送的呀 哎 既不是冷也不是热 哎 她不是个姑娘 不是个姑娘 那就是少奶奶了 是哪家的少奶奶画得这么好 她也不是哪家的少奶奶 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 哼 一个爷们儿 干嘛起这么艳丽的名字呀 哎 你真是聪明 是糊涂一时啊 这大名鼎鼎的陈玉芳 你不知道啊 老七 她也是你的朋友吗 没出息的东西 嗯 跟她交朋友的人 可不是只有我一个哦 哎 你到底打不打牌啊 怎么那么多废话 八条 我不要看这样的脏东西 你拿走吧 不看你不看 拜拜 别说了 红钟 别说别怕 那我去看二嫂的牌 哎 你怎么一人看两家牌啊 就是啊 没事 不说话不就得了 八财 小张一 我的儿啊 谁把这事放这儿啊 别藏了 我早看见了 不就是一个轻衣送的吗 是啊 是唱轻衣的 你捧谁不好 偏要捧个男的 你好意思吗 我要是捧个女的 你又骂我想套小老婆了 我什么时候骂过你 什么时候敢骂你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总是有理 我说不过你 我给你毁了去 你你你你 你还你 哎 你干什么你 你坐手 你不还是不是 你不还我就敢毁了 几哥 你坐手 不对啊 好像三哥三嫂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这都是你惹的麻烦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跟你没关系 扇子啊 扇子给你闹的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 解铃还需接铃人 还不快去 几哥 快去看看吧 我才不参与进去呢 去啊 去看看吧 我也去看看 咱们也去看看 你给我 你给我手 你 你不还是不是 你不还就给你死了 你太多快了你 三嫂 您看 您这是何苦呢 这东西啊 是陈玉芳送给我的 你还帮她说话呢 她自己都招了 还帮她说话 三嫂 您看看 那陈玉芳是个男戏子 我们家三哥 能跟她做什么呢 再说了 您自己不是喜欢 一个小生叫什么来着 健生 对对对 寻健生呢 难道 难怪呢 你们是亲兄弟 你当然帮她说话了 可是你说话得讲理由吧 你一味地保护她 你把我往哪儿放啊 以后啊 你也别叫我嫂子了 我担当不起 三嫂 你别生气 七哥也是好心 玉芬啊 你消消气吧 别生气了 嫂子 你要是真生气了 你把气撒我身上 打我 对对对 打这 好疼啊 可惜 好疼啊 小气了吧 小嫂 嫂子 宋先生 宋先生在家吗 在家 在家 七爷 里边请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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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请坐 请坐 这昨天晚上啊 下了一晚上的雨 所以在家里打了一宿的牌 蛮怪的 昨天我到你那边去啊 里边静悄悄的 是吗 那宋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我要到天津去一趟 大概要有十天左右的耽搁 说下这边的事情 还要请老星多多照应啊 这是不孝说的 宋先生是哪天启程啊 本来是要今天走的 可衙门里的酱还没有请好 所以 大概要等后天才能走 这么说起来 应该为宋先生建行啊 才早几天建什么行啊 要不然 咱们把菜送到这边来 请冷伯母跟咱们一起 喝上两盅 您看呢 那倒不必如此费事啊 哪里费事 只是叫厨子多听两个菜而已 就这么定了 好好好 好 阿玛 七少爷 这个 怎么回事啊 他生气了 你知道吗 知道一点 看他难受的样子 真让人发愁 你去跟他赔个不是 不就结了吗 我也不知道 怎么得罪他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也只有他自个知道了 好吗 这样 麻烦你转告你们家夫人 说我们晚上一起吃个便饭 那 不用到我那边去 我把菜拿过来 咱们晚上一起吃个便饭 什么事都没有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走了啊 是的 少爷 来 少爷 这么丰盛的佳肴 不喝点酒是不行的呀 宋先生要喝就喝这个好的 好好好 好好好 茅台 伯母 一起 金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怎么好两次三番地讨扰 你看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只是一点小意思嘛 要是老这么说 我就更过一步去了 这大姑娘怎么还不出来啊 我去叫她去 好好好 来 姐 姐 秋儿 你也去坐一会儿好吗 妈 我不饿 你可不能由得性子来啊 总得给人家点面子吧 走吧 我 金先生 朗小姐 上次帮您拍的照片 已经映出来了 您看满不满意 我来看一看 哎呀 拍得太好了 这秋儿剪了短发 越发漂亮了 不错 真是不错 这背面 还提得白画师呢 真是不才献丑了 请别见像 伯母 昨天晚上的雨下得可真不小啊 可不是 这屋上的水啊 跟瓢泼的一样 对啊 昨天街上也断了交通 我想出来也出来不了 来 请 好好好 哎 你看你 耍什么小姐脾气啊 把人家七爷都给弃走了 还笑呢 我问你 你到底对七爷是什么态度 你得明确地告诉人家 我的态度啊 就是不用你管我的事 你是真不明白啊 还是假不明白啊 放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不过 非要过那苦日子是不是 习惯了 我想不了那轻浮 我也不羡慕人家 各有各的婆粉 你这傻丫头啊 叫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是不是相种别的什么人了 您这还是就是说的话吗 你现本人家有钱 你就去巴结人家 奉着人家 真丢人 我看 要嫁你自己嫁吧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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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翅膀硬了 目中无人了 连你舅舅你都干数了啦 哎 我问你啊 你这吃的 穿的 住的 都是哪来的 啊 是谁供你上的学 哎 又是谁养活了你 你知道不知道啊 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二弟 你这是干什么 哎 你问问他 气死我了他又 哎 秦爷 秦爷 怎么了 丘儿和他舅舅吵起来了 丘儿哭得像个累人似的 为什么呀 还不是为秦爷您吗 为我 你也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他是你长辈啊 长辈说的这都是对的 长辈就可以骂人吗 妈 你都听见了 以后 我自冒出路 不求骗人 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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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跟你听了太多的麻烦 我说一句对不起 并且 我向你保证 从今天这一刻开始 我会在你生活里消失 永远不要跟你见面 但是 今天晚上你哪儿都不能去 马上回家去 我知道 我在你心里只是一个亡苦子弟 或者说 是花花公子 我告诉你 你错了 你看看这儿的小街 和这儿路灯吧 我知道 真的对于你来说 没有任何特别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儿 却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地方 因为在这儿 也是这样一个晚上 我第一次遇见了你 从这个开始 我告诉自己 这是上天的缘分 你就是我要找的爱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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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送我回家吧 送我回家吧